大家好,好看不火的侠叔又来了 今天要说的是2021年最新上映的冰岛奇幻惊悚电影《羊仔》 它将代表冰岛驱逐明年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一直以来,北欧电影都有一种独特的神秘感 不管是奥格斯兰斯莫斯的龙虾,还是阿里埃斯特的《中夏夜惊魂》 它们不同于一般惊悚片追求阴郁、黑暗 反倒是在明媚中带着一丝冷冽,故事却极其荒诞 这次的羊仔也是如此 人际罕至的辽阔牧场,半人半羊的怪物充满了诡诀与惊悚 而这部片子在台湾省的一名更可怕,叫羊句 诶,弹幕在发啥呢?是这个羊,这个句,顾名思义 就是说羊啊,令人恐惧的意思 一只小羊能有多可怕,听书说完你就知道了 大学纷飞的圣诞夜,强哥和金姐正在家中享受大餐 浑然不知,此时的羊舍里发生了一桩怪事 大门敲人打开,羊群纷纷退到一旁 唯有一头牡羊主动站了出来,但很快他就倒地不起 在这人际寒至的冰岛,夫妻俩靠务农和牡羊为生 每天的工作就是储备粮草喂食 这样的生活看来悠闲自在 但夫妻俩似乎并不开心,也很少交流 直到这天,给牡羊接生时,意外发生了 这只编号3115的牡羊,居然生出了一头半人半羊的怪物 看到这一幕,夫妻俩傻眼了,金姐的脑海中瞬间闪过了一个念头 刚出生的羊仔千万不要扔 洗干净放入大铁锅,加入辣椒油,胡椒面 撒上少许盐巴,再熬上七七四十二个时辰 出来的汤汁发白,肥而不腻,更无山味 果然最高端的食材,往往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法 开个玩笑,金姐没那么丧心病狂,她把羊仔抱回了家 好吃好喝好招待,眼神里充满了母爱 原来金姐的小女儿不久前过世,夫妻俩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 如今,羊仔诞生,金姐觉得这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于是给她取名爱达,当做自己亲生孩子来抚养 这么疯狂的念头,强哥一开始也很难接受,甚至为此大哭 但看着妻子的眼里终于有了光亮,作为丈夫的她到底还是同意了 两人轮流为奶,念故事哄爱达睡觉 本来寡淡的生活开始变得温馨,夫妻关系也有所缓和 然而某天外出工作时,两人把睡着的爱达独自留在家中 慢慢没想到一回家,爱达不见了 夫妻俩焦急的四处奔走 不久后,他们在一片浓雾中找到了爱达 直到这时,爱达才露出了真容 她是只人参羊,除了头部和右手,其他地方都与人类无异 夫妻俩给爱达裹上衣服回去 可此时的幕后黑手3115冲他们愤怒地咆哮 她想要要回自己的孩子 但金姐第一个不答应 经过这事,夫妻俩更加小心谨慎 可美美入夜 金姐总见到一群羊,恶狠狠地盯着她 耳畔还是传来骂骂咧咧的羊叫声 3115不除,金姐始终不安 想到这儿,她狠心地端起了猎枪 这一幕,恰好被前来拜访的小叔子阿伟撞见 当夫妻俩向她介绍,这是小侄女爱达时 阿伟的眼神里写满了难以置信 尽管此时的爱达除了不会说话 已经和普通孩子没有区别 阿伟还是忍不住问道 什么幸不幸福 阿伟认定畜生就是畜生 不行你看,羊改不了吃草 为了阻止夫妻俩犯蠢 阿伟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她要干掉这个畜生 可就在即将抠动扳机的瞬间 看着爱达水汪汪的大眼睛 阿伟突然心软了 她接受了爱达 带她饭壶钓鱼 疏直和睦 强哥和亲姐也如释重负 久违的欢愉 让众人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在逼近 这天趁着长辈们跳舞 爱达悄悄跑出了门 却看见旺财虎视眈眈的望向不远处 爱达的瞳孔里 倒映出一个人形怪物 她吓得扭头就跑 但旺财就没怎么走运了 熬一嗓子扑了出去 很快原地狗带 而回屋的爱达撇见镜子里的自己 再看看墙上的牧羊图 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她不是羊 也不是人 他们终究不是一家人 醉酒的强哥沉沉睡去 殊不知厨房里的阿伟早已图谋不轨 从对话中不难看出 他俩有一腿 但现在已经断了关系 但金姐不从 阿伟搬出杀手锏 死言一出 金姐不得不服软 洋装答应后 将阿伟骗进了小黑屋 然后弹琴 掩盖了男人的喊叫 为了不让阿伟破坏现在的幸福 四日一早 金姐便将她送走 两人离开后 强哥带着爱达出门散步 等金姐回来 家中空无一人 可就在这时 他听见了不远处传来几声枪响 女人顿觉不妙 一路狂奔 可惜 为是一万 子弹郑重要害 强哥很快倒地不起 爱达看着这一切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谁也没想到 开枪的竟然是一只成年洋人 没错 他就是爱达的亲生父亲 洋人一把拽过爱达 将他带走 强哥不舍 却也无力回天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远 爱达回头望了一眼 眼睛里透露出无助和不安 但他只是个孩子 哪有自由可言 他们消失在了农场中 等金姐闻声赶到 只剩下强哥逐渐冰冷的尸体 他茫然无措地环顾四周 爱达没有了 丈夫也没有了 也许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在金姐的叹息中 电影落下了帷幕 不难看出 这部神秘诡诀的羊仔 似乎包含了诸多隐喻 半人半羊的怪物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潘 希腊神话里的牧神 掌管牧羊 自然 山林乡野 同时生性好色 经常藏匿在树丛之中 在片中这段 人羊亲子关系中 自私的人类 为了占有羊仔 剥夺了母羊的生命 也因此遭受了神的惩罚 而作为观众的我们 轻易地接受了 人类杀死了一只羊 却在怪物射杀人类时 震惊不已 同样是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 何为高等 何为低等 何来高低贵贱之分 也只有立场颠倒时 人类才发现 自己不过也是 世代宰的羔羊 当然 这部电影或许还有 更深层次的解读 也欢迎各位 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看法 霞叔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 投币 一键三连 下期视频 依旧精彩 我们不见不散 还有这儿感谢 是不是 省 组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